美国人讲人权,讲自卫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时候 在美国,你要到朋友家里去看他 一定要先打电话越好时间 美国人住的房子都很大 他有前后都有院子 房子是建在这个院子当中 前后都有院子 通常他们用很矮的小尾巴围起来 围一圈 那个地是他的范围 你进入他这个界限里面 他打死是不常命的 在发的时候他自卫 所以你一定要跟人家越好 你不可以随便抢人家闻 你随便抢人家闻 人家是以为你是坏人 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 你看虽然人人都有枪 抢劫的事情也并不太多 可是死于这些墙下的 没有一个是冤枉的 多有情因后果啊 过去 朱金舟老居士 我出学佛的时候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谢谢大家